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份的排期 因为美国移民法律的财年的规定 是每年的10月份算作财年的第一个月 所以10月份的排期的变化还是蛮大的 那么主要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是它职业移民类进展非常快 那如果是从优先日期来讲不是特别明显 比如说大概前进了 比如说特殊人才类 也就是第一类前进了大概91天 那么第二类的话前进了45天 第三类的话前进了135天 但是如果人在境内的话 其实是可以走壁表了 这个壁表就是针对人在境内的人 就是你可以在境内调整身份 那如果你人在境内的话 这个变化就大了 比如说第一类就是一厘万类 特殊人才类 那它前进了两年06个月 第二类前进了259天 第三类前进了一年105天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的结果是 然后同时的壁表又是开的 因为虽然这个壁表 有时候是这个优先日期 有时候会提速很快 但是呢它壁表不开 在境内的人也没法使用 但是呢关键10月份呢 它这个壁表等于就开了 所以10月份很多这个职业移民类的 如果在境内各种条件是允许的情况下呢 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 一个好的消息 你想前进两年这个左右的 这个特殊人才两年半 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消息 那么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职业移民类 这个优先日期的这个特别大的变化 这个10月份 那个比较有一些个这个新闻看点 是移民申请费的这个变化 移民申请费呢 本来在9月底这个移民局已经通知了 说从10月2号呢要执行呢 移民申请费啊大幅度的这个增加 而且呢绝大多数的这些申请费都增加了 有极个别的有这个降低的这个变化 但是呢这个被移民申请费呢 被在这个政策的执行上面 被起诉了 被起诉以后呢 那么法院呢就有一个暂停令 所以呢本来想10月2号执行的这个规定呢 10月1号公布呢暂停了 这个这个移民申请费这个有这么一个非常细极性的变化 但是呢这个就等于是16号 也就是上个星期六 这移民局又通知呢 说从今天开始 也就是10月19号开始啊 移民申请费呢是又有一个变化呢 主要是加急申请这个费用变化 那么增加了73.6% 原来呢加急费呢是1440 在增加了以后呢 也就是从10月19号开始呢 变成了2500美金 这个是申请 这个加急申请费呢 主要是指什么呢 主要是指这个正常的情况下 比如说都有正常的申请时间 那么这个如果你要申请加急的话呢 它是要求15天之内 必须给你这个回馈信息 或者你是被批了 或者是有这个补件了 就必须得有一个进展 这么一个加急的这么一个申请 申请费的变化 这是最近的一个变化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呢就是移民改革方案 有个移民改革方案呢 是在10月6号的时候公布的 公布的话呢 这个移民改革方案呢 其实是分成了两块 一个是劳工部的这一部分 劳工部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国土安全局的 这个两个部分 那么劳工部的这个部分呢 从10月8号就开始执行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 已经执行了一段时间了 这个部分呢 主要是这个 比如说工资部分 工资部分呢 那对于雇佣的这个 挨币的工人 他这个整个的工资啊 这个要求呢 比原来高很多 比如说原来第一级工资 原来比如说高于平均的市场 平均的 比如说平均工资的17% 那么后来呢 增加了到了45% 到第四级的时候呢 已经可以是到 比平均这个市场的 平均这个工资 作为你要想雇一个 这个HMB工人的话 已经可以增加到了 95%的这种状态 对 那么国土安全局 是12月7号执行 12月7号执行的话呢 那国土安全局的部分 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主要是针对这个HMB工人 就是说 你的这个雇主和雇员之间的 这个关系 它更加明确 是什么样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就是这个 你的专业专业和你做的工作 这种配比度 要求更高了 所以呢 下来呢 会导致什么呢 会导致这个 这个 对于国土安全局 对于雇员的这种现场调查 可能会比原来还多很多 另外一个呢 对于第三方的 就是比如说你是这个咨询公司 咨询公司里边的这种 大的这种咨询公司 比如说一个员工 被一个咨询公司雇了 他又 他又被派遣到了 这个咨询公司的客户那里边 就对于类似这种 这种咨询公司的这种H1B呢 其实将来的话影响比较大 那么原来 比如说原来正常情感给三年 现在有可能这种咨询公司 就会给一年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种H1B的这种政策的变化呢 因为这次的规定的制定的程序啊 他简化了 所以呢现在呢 其实有一些个 比如说这个劳工保护的这种 这种非盈利这种机构啊 一些公司呢 准备呢 对此事呢进行起诉 所以随时有可能呢 在这个移民局上被起诉 被起诉以后呢 那也就是说这些规定 有可能会被要求暂停 那这是一个H1B这个新规的 这么一个一个比较新的这么一个变化 对 还有一个呢 就是6月22号呢 其实是有一个美国这个总统令 总统令的话呢 那么他比以前4月22号的 总统令的一个变化呢 就是说对于H1B啊 还有H1B H2B 还有包括J类啊 这个还有L类啊 这种跨国高管 跨国公司的这种 无论是高管 还是这个专业技术人员的 对这些类别的签证呢 4月22号的总统令呢 其实是没有进行规定 那么6月22号的总统令呢 对于之前的总统令 有一个修订的内容呢 就对于这些类别的签证 如果这些人是在美国境外 然后还没有办签证的话呢 那么这些人要暂停入境 一直到12月31号 那么在8月12号的时候呢 美国国务院呢 对于6月22号的总统令呢 其实进行了一个 有点像修订的这么一个性质的 那实际上呢 它是在这个国家利益 对这种大的 就是大的这种向下的话呢 进行了一些细化 那么这个细化呢 就使得呢 虽然你人在境外 你呢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H1B签证 那就是刚才说的好几个类别的签证 那么如果符合一些具体规定以后呢 那这实际上是可以去办签证 可以办签证 包括他们的家属是可以在12月31号以前 申请例外 然后回到美国境内了 这是一个8月12号的国务院的一个规定 那么对于之前的总统令 进行了一点补充 所以呢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呢 可以回到美国境内 但是呢在这个 就是这是我们律所在实践过程之中的 就是等于是就得到的一些回馈 在实践过程之中呢 这些人呢如果在美国境外 就是还没有拿到这个H1B签证 在实践签证的过程中 如果想申请这个例外条款 按照例外条款去申请H1B签证 其实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难的 还是比较难的 这里边呢也是我们实践过程之中的一个关注点 就是挂扣 大家都知道这个H1B 这个Findream这个挂扣公司 就类似这样的挂扣公司的话呢 在海关 就不光是Findream这样的挂扣公司 还有一些其他的挂扣公司 比较大的挂扣公司 如果这些学生甚至已经拿工作签的 甚至已经拿绿卡的人 如果在你的这个原来的这个申请 这个申请这个实习的时候 OPT的时候 如果有这些大的挂扣公司的话呢 在你进入海关的时候会被关注到 会被询问 然后如果确认你确实是 以前是被挂扣过的话呢 这些人 尤其是拿签证的这些人 是有相当一部分 被当时在海关 他就会被当即遣返 当即遣返 也就是说当时他就会要求你 当天啊 或者第二天呢 那你就会坐飞机 直接回到你 就是回到你从哪个地方来的 就会回到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近期 关于挂扣的这些 有挂扣经历的这些人 还是在海关的时候 会有大批被遣返的这么一个现象 对 美国的合法居民 以及其他有合法在美国 居留身份的外国人 美国联邦法规呢 说这些人是可以自由离境 或者是再次入境的 但是呢 如果他们离境美国的时间 超过一年的话 或者是其他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 他们在离境前呢 需要向移民局申请 再次入境美国的旅行证件许可 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I131表格申请 曹律师能不能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旅行申请表格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格 对 就最近呢 对这个这点啊 这件事情呢 其实得到了特别特别多人的关注 原因是因为由于疫情啊 就由于疫情 就是很多人离境以后 比如说回来很难 飞机票买不到啊 飞机不停的被取消啊 然后呢 就是说有的是超过 半年 有的是已经超过一年 现在回不来 所以这个得到了特别多的 这个这个规定 包括这个申请 得到了特别多的人的关注啊 因为就像您说的啊 就是这个美国合法居民呢 其实就是指绿卡持有人 那么绿卡持有人 在正常情况下呢 就是说你应该居住 因为你是永久居民嘛 你应该居住在美国嘛 那你要如果是离境呢 其实如果是每年 如果超过半年啊 这个本身对于他永久居民的 这种倾向其实已经会导致质疑 会导致质疑 那么如果你长期的 比如说经常性呢 每年都是在半年以上啊 都是在美国境外的话呢 你在入境的时候就会 在海关被提出质疑 然后经常发生的话呢 甚至那对方就会问你 是不是有放弃利卡的这种倾向 或者呢直接会 就是收走你的律卡 然后可能就进入了这个 可能移民法庭的这种程序啊 这是说这个超过半年的情况 那如果你有超过一年的情况呢 这个问题就会变得 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啊 那所以呢在这个 无论是在海关有时候 他也会提醒啊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在移民法律里也会规定 如果你在比如未来的一年 或者两年 每年离境都是在半年以上啊 他其实是建议你申请一个 就是这个我们叫老百姓啊 叫白评书 那英文叫re-entry permit 就是这是有永久居民的啊 那这个表格的那个数字叫131 所以很多人也在问是131 对那个那这个申请呢 他其实是有几个特别需要注意的 那就是你申请的时候呢 你原则上其实你要人在美国境内的 就申请那个时间点 人在美国境内 那你如果不是人在美国境内申请的话呢 其实这个是会被拒绝的 这个是法律规定的 你必须人在美国境内 对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他目前的审理时间啊 就是说正常情况下 其实就要到四到五个月才能审批 审批下来 那么现在呢 疫情期间因为这个 应该说工作节奏都放慢了 然后呢 又移民局也中间 3月18号的时候 大家也知道 移民局其实也处于 在半关闭状态啊 都影响到了审理时间 所以这审理时间也变长了 对 那总之呢 审理完了之后呢 在你递交审理以后 到具体审理的时候呢 他就会给你 正常时候 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 他会通知你 让你去打指纹 打指纹 打指纹的时候 你人必须在美国境内 那么现在呢 由于疫情呢 这个时间 这个节奏等于被打乱了一些 那么有可能两个月 三个月 甚至才能通知你去打指纹 对 那个 那打指纹的时候 总之你必须在美国境内 除了这两个时间点以外 那有的人实际上是 不是在境内的话呢 那我们现在处理过的 特别特别多的这种 这种白皮书的这种申请 那基本上还 如果这两个时间点在境内 其他时间点不在美国境内呢 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边还都是 没有说移民局拒绝这个申请 总之你申请完了之后呢 那在未来的两年里呢 你如果人在其他的地方 不在美国境内呢 你在入关的时候 拿着这个白皮书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了 也并不是说 你申请了这个白皮书 因为自由材料的权 还是在 在这个美国海关 还是在美国海关 那么现在呢 所以就是 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 就会问啊 就是说现在 我没法申请这个白皮书 因为第一 我现在人不在美国境内 对 然后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我申请完了之后呢 我可能再回去 我也很难打这个指纹 对 所以这个第一件事就是 人在境外 然后你没法申请这个白皮书的这个事情 现在确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那你超过一年呢 其实原则上呢 你就是按照美国法律来讲 如果你一年不入境的话呢 你要申请我们叫就是 叫回美签证了 那就回美签证了 就是你要特别的解释啊 重新要走一遍 当时绿卡申请的程序 然后你要特别的解释 为什么这一年之内回不来 对 就是131已经很难作为一个选择了 如果你现在没法回来 然后也这个也超过了的时间回不来 这个在入关的时候会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了 要做一个充分的大量的这种 就是拿这个很多事实证据来证明 你为什么回不来过去这一年 曹律师现在呢 如果说美国公民申请父母的话 收入担保是怎么计算的 这个是这个问题也挺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对 那因为就是说正常情况下美国公民申请父母的话呢 其实你要做担保嘛 你要做担保作为美国公民做担保 那一方面呢 你可以是比如说用工资做担保 如果工资比较少呢 你可以用财产做担保 财产呢 就是说比如说你的房子啊 那你的房子要你要注意 如果是就是全资都是你的房子 没有这个银行贷款的话 那当然这很好 那如果你有银行贷款的话呢 你要用市场价呢 评估价啊 减掉你这个贷款的数字 也能来证明你这个财产的数量 或者是呢 有现金存款呢 或者是有股票的这个股票的 就是总而言之有股票也可以算是这个现金类的 对这都可以来证明你的财务的这个实力 对那如果是那个没有财务实力的话呢 那你可以找联合担保人 找联合担保人 比如说你的朋友啊亲人啊 这都是可以的 包括甚至我看我们的客户里面 有的甚至是自己的老板 他很愿意帮他 因为相处的不错啊 他们的收入状况比较好 这都是可以作为联合担保的 那么至于具体算你算你这个数字够不够怎么算呢 那就是说你要把你的父母 把他这两个人算上 然后同时看你的税单上有几个人 你的税单上比如说有三个人 然后加上你的父母 你就要按着五个人 那么这五个人的情况下呢 你要去查呢 就是这个联邦他每年会发一个 就是说这个他有个赤坪线 五口人赤坪线有这么一个数字 那这个赤坪线 比如五口人 比如收入必须大概赤坪线 比如说是在三万三 那然后但是呢 你作为你要想担保父母的话 你不能按着三万三算了 你要按着这个赤坪线以上的125%来算 那125%呢就有可能比如是四万 那五口人比如四万 那你够不够你这个工资的情况啊 类似这种 那如果不够就是个问题 另外一个你以前身边申请过其他的人 比如说你以前给你的配偶申请过 给兄弟姊妹申请过 总而言之 就要把这些数字都要算进去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 比较复杂的就是说 要中和的一个 中和一个考虑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呢 如果这些都 这些成问题的时候 如果你实在你没有联合担保人 或者把联合担保人算上你的数字 还是不够的时候 这就会是个问题 为什么是个问题 就是说那么这个最近 这个移民局又在 就是这个公众负担 会直接成为你父母 无法入境的这么一个原因 你就有可能在申请 申请绿卡的时候 就会被拒绝 那所谓公众负担呢 就是说呢 它在平衡 你的这个担保的情况 你父母有没有可能将来 进入境以后成为公众负担 如果成为公众负担 他们的绿卡申请不会被批准的 所以这个还是要 这是最近等于是 是按照五年的时间的计算 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你跟美国公民结婚 这个就是实际上就可以变成三年了 就可以变成三年了 但不管三年还是五年 咱们按照大部分人都是五年 咱们这个五年的时间怎么计算呢 它是首先是从你拿到绿卡的那个时间点 它给你发了个绿卡绿卡 上面有个时间点 从那个时间点开始算 那么算的话呢 这个五年呢 也就是说大概60个月 那么到你申请的那个时间点 到你递交申请的那个时间点 到底当时是什么时间了 是不是五年啊 那么你可以提前三个月的 比如说你提前三个月 也就是如果是60个月的话 你减掉三个月 那就是从57个月到第60个月的时候 这个期间你就是可以递交申请了 那么这个五年的话 也就是过去的60个月里 它会算你过去的60个月里面 有30个月以上 你人必须在美国境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说你的每年 就是说你 它也不是说每年 就是你每次出境 每次人呢 离开美国境内 不能超过六个月 不能超过六个月 就是这个六个月呢 是指比如说 单程的 那么你有的人呢 就是说 他说哎呦 我这个过去的60个月里面 我其实有30个月以上 是在美国境内的 那但是我确实最近这一年 我要去 比如说我去澳大利亚 去柬埔寨 我要出差啊 或者居住啊 工作各个方面的原因 那总之呢 他说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呢 我去四个月 我回来 回来一个月 我再去四个月 那这个实际上 你要严格的按照法律规定的话呢 其实就还是符合要求的 还是符合要求的 比如说这个四个月 四个月的这种走 有的是甚至掐了这个六个月的这个时间 但是他如果发现你这个成为一个 一个好像是一个 就经常每四个月 每个四个月这么走啊 他也会问你的 问你这个 比如说每五个月 每四个月你都干什么去了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这个 因为你是绿卡车友人嘛 在过去的60个月里面 到底是不是有这个 长期在美国永久居留的印象 如果你在这个澳大利亚 你找了一个长期的工作 或者你回 你去中国那边找了个长期的工作 这个是一个中国方面的雇主 那这个都有可能会是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曹律师 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在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拨打曹律师的电话 206-412-2698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节目已经是接近了尾声 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